被叫醒的乔景文 只觉浑身难受 全身的骨头就像散架了一样 口腔里的铁锈味 就知道这是被打得吐血了 金文啊 我的好闺女 你终于醒了 快出去劝劝女性吧 再打下去 你弟弟就要被打死了 我的儿啊 你怎么这么命苦 金文啊 娘在这里求你了 我给你跪下磕头还不行吗 曾是耳朵里 一直回想着儿子的痛呼声 看着儿子如此凄惨 自己恨不得替他挨打 是吗 那就让沈渊把他打死算了 我本就没有把他当做自己弟弟 就在刚才 我被打晕在地上 怎么没有听到你关心一句 乔佑德 在你的家有骨尽下 手上力气越来越重 完全是奔着打死我的架势 乔景文一想到 刚才曾氏所说的话 心就开始发冷 到底是怎样的娘亲 才可以说出这种话 曾是 乔佑德有今天的下场 完全是他自找的 今天 就算是沈渊决定放他一马 我也不可能会同意的 我要让你们记住了 伤害我一次 我就让你们痛苦一辈子 乔景文看着这具身体的母亲 眼睛里全是一片冰冷 你 曾氏被乔景文眼中的灵力 成功的振着 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这么恨自己 还有宝贝儿子乔佑德 乔景文 你当真无情 那好 我今天就撞死在你面前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们夫妻俩活活地 逼死了我这个老婆子 乔景文好笑地 看着作戏的曾氏 就他这种人 把自己的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就这样 去撞墙自杀 还真是把自己当作傻子了吗 乔友德感觉到 自己五脏六腑都在一味 口中的仙田一瞬间喷涌而出 在被踩得发黑的雪地上 绽放出朵朵红花 沈渊饶有兴致地看他求饶 就他这种人 今天就是被打死 也是活该 相信自己今天做的这一切 都是对的 乔景文 我再说一遍 赶紧让沈渊住手 你听到了没有 曾氏的心情 到了崩溃的边缘 刚才出来查看一番 发现自己的宝贝儿子 已经吐了血 眼看着就不行了 乔景文冷眼旁观 根本没有理他的意思 砰的一声 谁都没想到 曾氏竟然这么光棍地 直接撞墙 好在家里的墙 都是黄泥土的 不过就这样 曾氏的额头还是流了血 看样子是玩真的 沈渊 让他们走吧 乔景文看着曾氏眼中的祈求 还是放过他们 乔景文 这是我最后一次放你的家人 再一次的话 我定然不会轻饶他们 下来 下去 要 轻 感谢观看